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有33多個城市啊 又被特色管理了 有的城市啊是部分被這個區域管理 有的城市是有條件的管理 不管如何啊 中國自2020年開始 就不間斷的輪番在上演特色管理 像是最近的 三亞、成都、拉薩、烏魯木齊、石家莊、貴陽、哈爾濱、天津等地啊 都輪番的被特色管理 而我最近也看到很多人啊 被特色管理在西藏公路上 然後大家還是每天要從這個車上排隊下來做核酸 你要知道如果一般人生活在平地的 如果你去這個西藏公路上 或有這個高原反應或有高山症 然後又長時間待在那邊 你不能前進也不能後退 因為兩地都被特色管理了 你就在那邊住到 他說你走你才能走 那這個狀況在西藏拉薩也不是特例 之前我們也分享過很多影片 像這個西安啊還有上海啊 還有這些什麼東北有些城市被特色管理的時候 有很多司機被封條 封在那個高速公路上 哪都不能去 我看到了非常多人啊 不為風雨冒著貝雷劈死的風險 也要堅持做核酸 前幾天不是在哪裡有做核酸結果貝雷劈死嗎 因為你沒做核酸你也不能出門 你不能出門你就沒有工作 沒有工作啊就沒有收入沒有錢 所以大家都寧願冒著這個風雨也要去做核酸 那中國很多地方都是住這個社區大樓啊 社區大樓現在都買了一個掃碼的機器 你必須是綠碼你才能出自己家門 那這個機器的錢呢 是你們自己居委會 你們自己繳納的管理費去買的 也就是說呢 你花錢買了一個監控自己的東西 然後監控自己能不能外出 中國的高樓大廈是非常的有用啊 中國的高樓大廈蓋的那麼高是為了什麼 是為了跳樓 像前幾天有一個東北的主播就說啦 其實很多人不是死於這個林天天病毒啊 不是死於這個特色管理 而是死於跳樓 結果這個主播被三鐵封號 這個主播被罵 國務捷境外事宜這個主播造謠 社會主播造謠 其實不只這個主播 在之前 也有很多主播都講出類似這種心理話 但有時候你明明就剛做完核酸 你是綠碼 但政府就會 不知道哪根筋不對的 突然在給全市的人一次黃馬 在逼著你出來做核酸 你們到底這樣瞎折騰是在幹什麼 很明顯不就是一刀切無能嗎 不然就是你已經把這個核酸 當作這個產業鏈在經營了 不只這個核酸公司可以賺好賺滿 連找不到工作的人 或是這個仕途不順的人 都可以被招安進來做大白 做大白他就有特權 有特權他就可以對你遺址氣死 你看看如果今天中共突然宣布 我們開始不做核酸了 開始走向這個堂平 你看會不會一堆人又失業了 而最近有一個網民叫做熱帶雨林的網友 他在8月28號的群組上說 成都即將進入特色管理 結果隔天馬上被中共以 巡訓知識罪逮捕了15天 並罰款1000人民幣 巡訓知識我們之前也講解過 是非常口袋罪的一個罪名 那8月31號又有一個網友叫做百度人 他就警告大家 今晚會發生大事 如果有親綁好友在成都 一定要告訴他們 要儲備至少一週份量的糧食 結果也被中共官方辟謠 沒想到隔天9月1號 中共就自己打自己的臉 宣布說成都將進入全市居民 居家原則 每天一人一戶出門買食物 來回都要做這個核酸證明 於是在熱帶雨林 以及百度人的宣告下 成都市民紛紛擠去超市 大量的購買糧食 甚至有人在燙頭髮 燙到一半的時候 也跑去超市搶購 雖然大家嘴巴上 網路上都說 每個中國人都應該 重知誠誠的愛黨愛國啊 我是中國人不好自豪啊 我們要相信政府 相信黨 但是他們的身體 是最誠實的對嗎 不管是嘴巴上 罵日本罵美國 但身體移民 歐美的人是最多的 請問這些成都人 他們相信黨了嗎 但你們又不敢反抗 也不敢多嘴 我看到也有不少人 是在罵成都市政府的 但大家頂多 就只是敢罵成都 當地的政府 卻不敢罵中共中央 尤其是習近平 這明明就是中共中央的政策 以及習近平 堅持走的這個 清零道路跟路線 對嗎 你跟李克強 走的這個路線是完全背道而馳的 但為什麼大家不敢去罵中共中央 不敢去否定習近平的這種荒謬政策 之前中共其他地方被特色管理的時候 也是有很多吹哨人出來 但通通都是被逮捕 被辟謠 被巡訓之事 結果沒多久 中共又自己出來打臉自己 胡錫進還出來洗地 說這個熱帶雨淋 它不屬於造謠 它是屬於泄密 主動散佈 尚未決定的敏感訊息 這是違規的行為 所以應該要依法被判決 15天 跟這個罰1000塊 這對他來說算是很輕的啦 但我想問 如果中共有給足大家的時間 去買糧食 會有吹哨人出來嗎 為什麼會有吹哨人出來 就是因為你中共 每次都很突然的說 我12個小時之後要特色管理 請問一個城市那麼多人 然後你就給的時間那麼少 他們夠嗎 你給兩天三天甚至都還不夠 所以你說大家要怎麼去做準備 連上海之前都可以搞成這樣 於是啦 很多成都人都把 8月29號到9月1號這期間 稱作三次購物狂熱節 8月29號當天是熱帶雨淋節 8月31號是百度人節 9月1號是官方旗艦店節 我覺得也是蠻無奈的 都需要這樣子苦衷作樂 卻不能質疑跟不能罵黨 你看看如果同樣的事情發生 台灣全台灣會不會罵翻 而不僅台灣人會罵翻 中共一定也會來參議咖 罵台灣無能 但明明這就是你在對中國人做的事情 我們台灣還沒有這樣做 然後你這幾年都在罵我們 台灣做的比你差做的比你爛 你到底哪來的臉這樣子去罵 中共至今還在堅持這種清零政策 讓每個中國人都認同 喔中共這樣做是對的 全世界都躺平 只有中國最強 你真的覺得有可能清零嗎 要是可以清零的話 你現在為什麼還在動不動的特色管理 因為清不掉嘛 有沒有必要清的這個問題 我們之前都做過相關的影片 我這邊也不再贅述了 清不清零在於 中共想不想要炒作跟曝光 它想不想要讓這個行業去賺錢 這樣子才有人可以賣高價菜 才有人可以去貪污這些回控 那我也看到蠻多影片 總是有一群人身穿的大白服 穿梭在歐美日韓的機場 欸不用懷疑那些都是中國人 他們是全機場旅客的焦點目光 但這不影響他們愛黨愛國的情懷 估計他們可能有些人的心裡還想著 這些歐美人也太可憐了吧 沒有大白服穿 齁齁齁 他們都快死了都不知道喔 還在看我 他們是不是羨慕我身上有大白服 我才不要給你的 幾百年後人民在打開這個教科書 老師在上歷史課的時候 介紹到中共國二零二零年啦 欸就會說二零二零年啦 這個大白服 就是從此誕生的 我們現在有時候 親民啊 中秋啊 過年啊 我們大家都會穿這個大白服有沒有 這就是三百年前 二零二零年啦 中華人民共和國 戴起來的這個 傳統服飾的服裝 中國又贏了你知道嗎 所以你們趕快現在要去申請專利 大白服從此以後就是 中國的傳統特色文化 以後不僅是大白服會變成 中國傳統服飾啊 連拿手機的這個手勢啊 都會變成中國特色的這個手勢 欸就是這樣子 前幾天成都不是被特色管理嗎 核酸檢驗機制的那個app當機 很多人就把手機舉高 然後再找信號 全部的大白都把手機拿來舉高高 自有女神像 而且最近在中國啊 有一個駐中國的美國大使 他乖乖的排隊去做核酸 結果就被中國網友大量的傳播說 啊第一次看到有大使館的人啊 既然會跟民眾排一樣的隊伍去做核酸 我從來沒有看過我們家的市委書記 省委書記 甚至是村長、縣長、市長 跟我排一樣的隊去做核酸 而且他身邊也沒什麼保鏢 就他一個美國大使 結果小粉紅看不慣了 小粉紅不爽 他說這個美國人作秀 這個外國人有外交豁免權啊 他可以跟中國官員一樣有這個特權啊 可以有專門的通道去做 但為什麼他偏偏要排這個一般賤民的這個隊伍呢 因為他要作秀他要給中國男看 你知道嗎在民主國家 這個縣長、市長甚至是這個村里長啊 立法委員啊 有的會搭捷運 有的會搭公共車 搭建車 這都很其中平常 還有的市長是走路上下班的 歐洲也有很多市長 就走路上下班 下班又從市政府走回來 有沒有跟你們對官的印象不一樣 這就是民主體制啊 官這只是他的一份工作 他沒有什麼了不起 沒有什麼偉不偉大的 那是我們人民的納稅錢 所以我不知道 為什麼你們小粉紅可以洗地洗成這樣子啊 我真的覺得 你們就是天生想要有三六九等 你們現在雖然是賤民 但我有一天會翻身 我只要一翻身 我就是那個官 我就可以來霸凌你們 難怪中國永遠不會進步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邊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 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幫我封鎖 我是吧 我下次見 拜拜